其實我8月初已經會推出自己這張專輯 因為是去年底 2009年 年底 已經是去了紐約兩個多月的時間 整隻碟製作了 但這隻碟相對於我之前那些碟來講 其實我覺得挺特別 因為之前一直繼續做自己的新歌 雖然試過做一張全英文的standard的翻唱點 但未試過做中文歌 這次的概念是否是翻唱的 翻唱《四大天王》的經典歌 但其實整個想法已經想了兩三年時間 我之前的Manager想了很久 跟我說不如做這隻碟 但我很害怕 我不敢做 不夠膽做 但為甚麼 因為《四大天王》 英文歌你就敢說 夠膽去嘗試這麼多人唱歌 我有自己的風格 懶不害怕 但中文歌其實那些真是經典 大家對他們的印象已經很深 這次你錄好了嗎 你或者說一下 每一個《四大天王》 你翻唱了他們的哪一首歌 或者你感情上 掌握上 你認為自己是最理想 最滿意的 首先《四大天王》的歌 我覺得自己是最熟悉的 亦以為自己是會演繹得最好的 但出來之後的效果 反而是劉德華的歌會是最好的 首先你挑選了《四大天王》的歌 真的滿意 如果你問我 我會說手手都滿意的 但如果說到難度的話 一定是學友的歌 他的歌聽 你會覺得… 因為他自己唱得很容易 但當你唱的時候 比如說我選了他的頭髮亂了 我不知道怎麼會唱的 你不知道怎麼會唱的 你不知道怎麼會唱的 是 因為他唱得容易 而且女生唱男生歌 始終會有那個難度 你的概念選擇《四大天王》 已經知道是你演繹《四大天王》 已經知道是你演繹《四大天王》的 《天王巨星》的歌 不如這樣吧 你學友的頭髮亂了 你覺得原來我發覺是這麼有難度的 起碼你自己的印象現在很深刻 是 劉德華你剛才說 你認為原來《四大天王》之中 你比較上更加投入 是哪一首歌 《他的女人》 《他的女人》 是 為什麼這首歌你這麼有感覺呢 因為很多時候大家聽劉德華的歌 他都是以一個好像有少少浪子的感覺 好像很man的態度去講這個故事 這次反過來女人去唱 反而我會用女人的見面去做一個旁人 去講述劉德華的故事出來 我想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有個新鮮感和出來的效果會特別好 又說說郭富城 你挑選了哪首歌來唱 郭富城大家對他的歌很熟悉 但反而我對他的印象最深 是他中間分界 揭起中分熱潮 唱漫歌的時候 例如《我時不時乾淨的走開》 即是早期的 早期《我為何讓人走》 這首歌是真的在studio唱到我自己也好 或者producer也好是起雞皮 好 如果你問我整首歌最喜歡哪首歌 或者哪首最感動我自己 我會選這首歌 最重要的一件事 在音樂上的編排 有什麼特色的地方 首先因為我們之所以會選擇去紐約做 因為香港其實都有很好的音樂師 但是始終大家對這些歌 根本是太熟 希望給它一個新鮮感 唯有一個方法就是去到外國 找一些外國的音樂師 因為他們沒有聽過一些歌 所以他們一直是玩開Jazz 你問我如果張碟是否真的好Jazz 全Jazz 我會覺得不是 反而是一群玩開Jazz的人 用著線樂玩那種思維 去做一張又有Jazz又有R&B又有Soul 即是很融化的一張碟 那這張專輯預計什麼時候出來了 我聽說是8月2日 會否準時 你是不是率先透露人 是 那你對於這張碟有什麼期望 首先希望大家會接受 Dianca唱的重新演繹的這種歌風格 另外就是 是否會因為做了這張碟之後 可以和任何一個天王 是有機會去合作 合作做一些事情 甚至乎只是合作 唱一首歌 那我自己其實都會很開心 OK 那最後你個人有沒有 接下來有什麼個人的計劃 個人計劃 很簡單 就是 短期來說 我希望這張碟買得好 那就是 就是 我自己做 所謂 就是這一種 就是唱歌的歌手 就是希望這張碟買得好 那 還有 遲些 如果做新碟的話 希望還有一張全國語的專輯 OK 可以